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欣 这里是城市好生活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 又邀请到我们的园艺达人 吴建才吴老师 吴老师你好 今天吴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解这个 小盆栽的造景 就是这样子一盆的盆栽 到底要把它怎么样变成一个造型 这时候呢就要有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园艺达人吴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说 那首先我看到我们的吴老师今天带了很多的器具 是吧 所以这些器具就是为了做盆栽的造型而来的 那可不可以请吴老师帮我们介绍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果要做小盆栽的造型 第一个我们要挑选适当的植物 对 还有我们一般就是建议用木本植物 木本植物 木本植物它相对的 它可以种了好多年 而且越种越漂亮 越古朴有这样的感觉 第二个我们要的是铝线 今天我们等一下这个要给它适当的弯曲要造型 所以我们希望说用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工具 像这个铝线 我们把它缠一缠然后我弯下来 它就定型 弯下来就定型 可以随着我们的需求去做造型 我们看到这铝线有很多的粗粗细细对不对 所以说是可以按照我们盆栽的粗细来选择铝线的粗细吗 理论上是我们要做以前要先试一下 我们这个枝干 有些植物的枝干很硬 对 那这个枝干越硬的时候 我们要挑选的这个铝线就要越粗 好好好 因为我们希望说我这样 缠绕好以后我弯下来它就不会回回来 就是会固定我们给它的形状 对这个是很重要 粗细不是根据树木的直径 是根据它的柔软度 选择铝线的粗细是根据 枝干的柔软度来选择它的粗细 那如果它越柔软的就可以比较细 对像你这个这么软 那我当然就是用根据比较细的 这样的话会比较适当 是是是所以粗细的选择 是要看东西的品种 OK好 然后再来铝线很多颜色 有这个铝色 银线的 有比较黑的 黑的 有这种金的咖啡 对这个随便你们挑选 其他一挑选都可以 是的 这个是一个概念 那再来我们需要的简单的工具 第一就是电弓卷 因为这个折了以后会有长短 我们要适当把它剪断一下 然后有些比较粗 这个铝线有的比较粗 我们要折的很短 我们手的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要适当靠这个 剪刀去跟它做一个弯曲 这个是一般工具 调整就对 这个也是剪 老虎剪 这个是剪那个 剪铝线的 对 接下来就是一个适当我们整理好以后有些枝条 我们要保留 有一些要剪断 剪掉的 所以就也是需要剪刀 一个剪刀是基本的配备 好的 那吴老师我想请问你 如果我觉得这个盆子不好看 所以呢我是先移盆之后再来 给它 做造型吗 还是做完造型再来移盆 这个两个层次都可以 一个就是说我挑选 一个我喜欢的盆子 是 然后根据它的样子 本来样子去做造型 对 一个是说我先把它养 这个样子养成了以后定型 然后我再来 根据它的型 去找适当的盆性 所以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重要的是这样 就是说 不是每一棵树都可以做同样造型 对 它每一个有它的格 就是格调的格 每一个树有它的天生的格 是我们 挑到一个东西 我们要先去模拟 我要设计 我这个要做什么型 大概要一个 自己要有个概念 对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盆 小盆栽叫做芋塘春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在 路边 有一些大楼 都是有种这个芋塘春 它就开了很多的 花瓣 然后 味道很香 几乎都是以白色的为主 他那个 花 芋塘春本身的话 花瓣是非常多 有点像薔薇的那种花瓣很多很多 对 可是呢 它 不是薔薇 就是 对 但它很香 那味道很好 刚刚我也特别 问了我们的吴老师 他说一年会开两到三次 对 有花期有这么 这么久 对 一次的花期大概一个多月 对啊 所以 你看如果两三次 至少就 一年里面有三个 月里面都可能有花期 对不对 所以要好好的养殖它 其实这个味道 是很 淡雅 对 我是 觉得很淡雅 但很香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 芋塘春的这个味道 那首先就请我们的吴老师 来 针对我们这一个小盆栽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 好 我现在简单就示范一下 我们先四边要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 适合做什么造型 嗯 我们大概 稍微看一下 是 那我们在做这个造型之前 我们 建立就是说 前面三四天就要给它 陷水 就不要浇水 嗯 不要浇水的时候 那 等于我们要造型的时候 它的枝条应该缺水 所以会比较柔软 不会很脆 你如果这枝条很硬很脆 那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断掉 就很可惜 对 不过 也不要伤心 因为我们有讲过要扦插 所以万一层的断掉 你把它舔一舔去扦插 那一颗就变好几双 但是这种也可以吗 对 这个也很容易重 芋塘春也可以扦插 对很容易重 这个是 这个就是芋塘春的花 它的花白白的 快卸的时候有点变黄色 很漂亮 很像 然后对这个花的味道就是 很好闻 然后花的样子看起来很高雅 很高雅 对 好 那老师呢 今天针对这一盆 因为这里面只有一株 一株 芋塘春 那我们要怎样把它 设计成 你想象中的造型呢 那就先由我们的吴老师来给我们 对示范 大家参考一下 我看他选择的这个铝线呢 是稍微粗一点的 对 它的硬度 有点硬度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构想 因为这个这个地方我有这些枝条 我等一下可能会给它弯掉 OK 那这个地方我希望给它 从这个地方能够给它 有点弯曲 有点弯 那所以这一盆就有可能是像这种感觉 有点这样斜下来的感觉 斜下来的感觉 那我现在 要弯这里 预定要弯这里跟这里 两个点 所以我的铝线一定要超过它 我不能从这里卷 从这一卷的话 我一弯这个铝线就跳出来 如果从这里到这里的点 所以这个铝线一定要比这个更长 对对要长一点 做一个支撑点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它的重点 重点整理 这个要把它 第一个要固定起来 先从 比较下面 比较粗的地方 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 因为我们的手 也不好弄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借助工具 对 工具的把它折 折进来 好 现在我们运用这个工具呢 把它 卷到这个 比较最粗的那个支干里面 再固定好了 然后大概45度的角度 是 就是说这个铝线跟树干 大概45度 卷的时候注意喔 因为这个有芽 对 有芽 你不要把它弄断 芽的地方要跳过 要跳过 要绕过他们的芽 所以这个要非常细心 不要 急着 不要急 要慢慢弄 慢慢把它 捡起来 这里有芽 我们就要把它 小心 跳过去 好 所以我们现在卷的是 比较粗比较长的 这一个支干 对不对 我们要先把主干先定型 好 越来就是中的 再来就是最细 最小的 最 最先 最先定型的 就是最粗的支干 对 有一个顺序 好 好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 预估我们所需要的铝线有多长 对 然后先把它剪下来 对 可以把它直接 对 剪一下 对 要很小心 不然 太大力就会 伤到 而且一个就是不要 转得太紧 因为太紧 我们人家弯的时候 有可能就直接就伤到 我知道 太紧的话就 等于说没有 没有让它有纯粥的空间 对 对 对 所以呢 还是要 适中的那个 力量 适中的紧度 还有等一下才有办法 到最后的时候再去稍微修整一下它的造型 感觉这个铝线折上去之后 它的支干好像 变得比较强壮 这样就 浸力这样比较弯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 慢慢加工 你看 这样下去就不会回回来 对 可是我们的粗度 对不对 然后我就要弯这样 你看 随着我们这样想要什么 它就会跑出什么样子 对 这个是看你喜欢什么样子就怎么丢 个人 个人的喜好 没有说一定要 要怎么样 你如果喜欢要垂下面 一点你就给它弯下一点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 就个人喜好 但是在 你在 折它的时候呢 千万就是 要小心 这样可以 这样看起来有点 这个是 第一个主干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 第二个 这样子 刚刚本来是 直的嘛 斜斜 现在稍微有给它做那个弯曲的一个造型 这个是主干的一个部分 好 接下来再 换第二 第二个主干 第二个主干 这个是比较粗嘛 对 这个比较中的 好的 中的我们 一般来讲要顺它的向 顺向 尽量不要给它说 它是长这个 又要把它 你要把它 逆向就对了 就比较奇怪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 顺向 顺向会比较 那像这种中的枝干的话 它的铝屑也一样 就再小一点 再小 比我们刚刚那个 再稍微小 所以再小一点 那这样 但是我们要 把这弯下来 所以一样要从这个主干的地方 从刚刚这个主干出的地方 这里 要从那里开始 一样从这里开始 对对对 所以捆的地方 一样在这附近 OK 那最好是跟它重叠 原来在这里 然后我就跟它重叠 叠上去 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叠上去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呢 比较细小 所以呢 必须借助一下 工具 现在在刚刚那个地方呢 再重叠的 环绕 然后等一下要借助一下 工具呢 再把它折好 稍后 这边处理完成之后 会给观众朋友 稍微再看一下 好那你在折这个时候 千万就是 第一要小心 把它折断 再来就是 不要夹到自己的手 对 因为在折的时候 有可能去 会用到 别的 小的枝干 所以也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呢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呢 吴老师也有讲说 就要顺着他的方向去 帮他做造型 不要 逆着他的方向 因为逆 你硬把他折 折到 跟他完全长相不一样的地方 是 比较困难的 看起来会比较 也奇怪 好的 像我们 第二个的造型 第二个本来是竹竹的硬硬 对 然后现在弄了以后 你看 对 看了我们什么样子 是 随便我们去 雕塑 对 看自己喜欢的那个造型的样子 然后以后慢慢 涨 哇 这个就可以把它 换到这边过来 所以这个可以 剪起来 这个再缠一缠 往这边 这个等一下再 那我们这一次可以 那我们这里要修整吗 这里等下要用比较细 因为这个又更细 是 我现在就 把比较粗的先加工 OK 最后再来就是更细 更细的 再来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要 做这个 第三粗的 好这个我稍微 困 它的那个形 状就慢慢出来 然后呢 这里 就是 重叠上去的这里 本来这一根 粗的嘛 这个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铝线呢 另外这一个 第二根 就是 缠绕在 第一根的这个 旁边 一样从它的 主干 然后分支到 第二个粗的 枝干 那这里 还有部分还没好 我们等一下 会做整理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 第三个粗的 这个地方 加工下来 OK 那这个铝线的选择 同时就是稍微 会比较 细一点 会比刚刚更细一点 因为它的 这个 枝干 就更小了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所以吴老师 那我们 虽然很细 我们的 主干 就是那个 铝线也是 一样缠在 主干上面吗 对 因为我们是要从这个 基部的地方 就要 要让它加工 OK 我如果基 主要加工这里 我就不需要从基 从这里 我就从这一段 做就可以了 我现在是希望把 这一个 这个地方 因为很靠近主干 对 所以我就必须要 谈主干来 靠主干的力量 让它关掉 OK 是这样的原理 好的 在谈到这个的 同时啊 就是 要非常小心 这个 因为 这个在成长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的 枝芽 那 怕说 一不小心去把这个 枝芽 折到了 那每个人 对自己喜爱的那个造型 应该是有想法的 你想要让 怎么样的 开枝善业 就是 看自己的那个 构图 对于这种 设计的 构图的 理念 那如果好了之后呢 未来 等卷比较就是 它那个造型比较固定 你就可以换 比较适合 它造型的盆子 对 像这种 有一点斜斜的 这种造型 应该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用那种长一点 长方形式的那个 盆子 有没有 然后 让它 导到另外一边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应该会比较好 全 癌形 或是 都可以 就是说你如果 盆子比较高挑 你就把这个造型这样弯下来 对 如果方形 一般就是有一个曲线 曲线 所以这个都 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这个用比较细的 一样就可以固定 对 然后这样 借助主干的力量来 拉秤它 一般我们弄起来希望有层次感 对 就是会有一层两层三层 有层次感 那现在的叶子是因为它刚好还比较少 比较好叼 对 等到它 你叼好以后它叶子慢慢长出来就会比较 更漂亮 然后又有花的时候 这盆 这盆的那个玉堂春 看起来立马价值就不一样 对 对 这一根 这一根因为这一边有侧芽 对 有侧芽所以我 如果一样弯这一边的话就变成 变成这一边比较多了 对 所以 要看各个角面看 你希望哪一个面度会比较好看 是 应该是这一边就比较 所以这一边应该它有点斜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转一下 纠正位置 对 矫正一下 矫正一下 对 矫正一下位置 这样可以让它 比较顺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它的第四根的这个 枝 枝干 分枝出来的地方 那这第四根因为它是长在第一根枝干的中间 所以我们的起点 是在一样在它的这个 主干的中间这个部分 来开始来帮它做整理 做造型 这样才不会 滑掉 OK 那吴老师这个铝线会很贵吗 大概这样一卷就一百块 这样子一卷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长度大概就是一百块钱 一般是称重的 因为越粗越贵 这是称重 不是量它的长度 OK OK 那之前呢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 有我们的吴老师呢 特别帮观众朋友调配的这个 栽培土 那栽培土 一大包这样子 一包是 70块钱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set 就是一个组合 总共有15包 是1000块钱 然后免运 欢迎观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部分的需要呢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0983351316的电话呢 来做订购喔 然后我发现这个培养土啊 真的 种我们很多的这个花草啊 就是会长得很好 而且 有的东西适合在可以放室内 它不会长 小蚊子 或是 就是有虫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用的 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几盆的这个小盆栽 还有上次跟大家示范过那个辣椒 对那个辣椒我也 长得非常的好 所以都是 会加减给他 把这个培养土 加点 补一点进去 好 在我们讲话的当下呢 我们的吴老师 已经快要把我们这一盆的 玉堂春的 盆栽造型呢 快要完成了 即将要完成了 好 我们再修整它之后呢 再来 做看看它有什么 要折起来的一个造型 刚刚 这里有一个小枝芽 然后跑过来了 这边这边 所以呢现在可能 老师要把它折来这边是吗 对 这样看起来的那个效果比较好 然后到时候等过一阵子呢 我觉得它换上更漂亮的那个 盆子的话 就整个 对 整颗玉堂春的那个感觉就完全都不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呢 种这些花花草草啊 就是让自己有赏心悦目开心的感觉 如果说 它的造型又是你自己 创作的 哇 每天你看它好好的在成长 就觉得很开心 像我自己种的那个 小盆栽啊 最近 虽然天气在冷 可是我的小盆栽 不停的在冒芽 就是很茂盛 这样子 然后看了就 很开心了 每天都看了那个盆栽跟他们讲话 然后就发现他们越长越好 两个都是独一无二 对啊 真的我觉得 就像动物啊 植物都一样 你好像赞美它 它就长得更好 然后你 不理它 不给它浇水不给它肥料不给它东西吃 它可能就奄奄一袭了 对 这一根 这一根其实如果 剪掉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就每一个人喜欢 对 那我们就要先把 万一老师 这个剪掉这个部分可以擦签吗 签擦的话 签擦 小一点 一般来讲 因为枝条越小 它是以后长起来就比较不健康 哦 所以一般我们会找这个比较粗 粗壮的才会去做签擦 比较粗 才会去做签擦 擦起来会比较健康 了解了解 又胜血的概念 哦是是是 那如果说我舍不得把它 剪掉的话 我可能就是做一个造型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拉一个小的在这里 这样子 刚刚一盆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这个 玉堂村长得 七八糟长 然后现在经过我们 的原意达人 我们的吴老师呢 巧手 之后呢 就可以改变他的造型 对 那他的 主干上面啊 其实缠绕了很多这个 牵线 那我这时候又要问我们吴老师 老师这个牵线缠绕这么多会影响 他长得不好吗 这个铝线呢 到这里是 半年左右就要把它拆掉 半年 固定支架只能半年 因为不是说一定半年 有的我们 去市场上看有些喷栽 他的树干这样 变成一个凹陷 凹痕很多凹痕 对对对 那个的话就是他 太慢去拆 好像给他受伤了 是吗 因为你好像裹脚一样啊 裹脚部缠着脚就长不到 那这个一样你跟他谈的都不放 然后树是越来越粗壮 对 就自然就最多造成伤害 所以那个是不好 所以他 有固定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半年左右的时间 半年到一年 OK 再把它拆掉 拆掉其实他的型是已经被固定了吗 已经固定了 大概固定了 半年就固定了 你不用担心说你在这么长的时间拆掉之后 他会变回原型 不会 他就是会 定型 定型 我们再拆掉 OK 这个话你说要留也可以 可以 要剪也可以 一般是可以 修一下 看要修 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兴趣 因为他产好 以后这个很多地方会长很多的芽 那个芽你就看 你觉得这里比较空 那我就留一个健康的芽 你说觉得这个地方长太腻 我们就把它剪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开的 概念 给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这个弄好以后你自己就去 出边去看 你觉得什么 这是我们这一盆 这个 其实他的那个位置高矮 横 竖都 还可以稍微做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到自己觉得 最好看的那个角度 像他这个 横的 就是横向到另外一个边 像我我个人就觉得 用那种长形的那个 盆 就会很漂亮 对 他就整个造型都出来了 那 现在的树叶还没那么茂密 那你可以想说 等到你树叶比较茂密 然后花又长出来的时候 这盆 真的就会非常的漂亮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小盆栽我们希望他叶子小小 对 那这样 比较上他的比例会比较好看 对 所以我们 有时候这个叶子长得太大 我们会故意把它剪掉一半 像这个有黄黄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修整掉 可以把它 不好的 如果说这个不好就剪掉 对 他叶子大的我们就把它剪掉 剪掉以后他以后再长起来的叶子就变得特别小 哦 所以是不是感觉那个样子会特别 比较可爱 比较好看 所以是 但你不要把它剪到都没叶子 没办法光复作用 对 这样也不行 稍微修整啦 就像我们剪头发一样 对不对 你眨到眼睛了 总是要把它修一下 稍微修一下 对不对 不是把它 全剃光 全剃光 没办法你这份 所以这样的感觉 然后刚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 他比较 丑丑的地方 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 把它修整一下 OK 这样剪掉他的月子没有那么大 对 你感觉这个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之后呢 他以后长出来的叶子也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对会更小 我们希望 让他的叶子小小的 然后蜜蜜的 是 这样感觉就不一样 叶子小跟叶子大就差很多 对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完成的这个 玉堂春的这个 初步的 对 初步 当然 这个如果在长的时候 有时候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 再说稍微做调整 对不对 我们节目的关系呢 就来教大家说怎么样 这个重点 重点的这个造型 那大家有看到这个重点吗 从这个枝干 就是缠这个 铝线的地方 很多都是从这个枝干 所以 在做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对 然后也不要把它折断了 因为这里就是他的主要支撑点 对 是的 OK 那我们 非常谢谢我们的 吴老师 吴建才吴老师 那接下来 我们 等一下稍后 我们还会介绍另外一种 叫做 红彩木 红彩木 对红彩木的这个 造型 那在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的 给我们收看 那如果说我刚讲的这个 培养土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一大包 一大包一包是 70块钱 非常的便宜跟优惠 那一次呢 买15包 就是1000块钱 为一组 那可以来电 0983351316 那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谢谢我们的吴老师 今天带来精彩的介绍 感谢 谢谢 拜拜 听到观众 谢谢